当初多少情与义如今只剩恨与仇 2022年11月底 哪一最热闹的瓜 就是汪小飞和大S这对曾经恩爱无比的昔日鸳鸯 让人啼笑皆非的CX大战 从500万台币的生活费 电费账单再到床店 让我们一眼看尽离婚男女的不体面 好在瓜总有吃完的时候 即向大S道歉宣布退场后 11月26日 汪小飞疑似大方公开自己和张盈盈的新恋情 汪小飞说 谢谢你陪伴着我 谢谢你陪我生活 爱就爱了 后果我能承担 张盈盈说 我在呢 我在呢 我希望她能好好的快乐起来 两人的公开互动 大有一对小情侣同甘共苦 共担风雨 患难见真情的悲壮和温暖 而他们的新恋情 也为大S和汪小飞的离婚CX挂画上句号 让汪小飞至少在面子上扳回一城 然而回顾这场离婚大战 于姐发现被卷入其中的两个人很无辜 也很可怜 他们似乎什么也没做 却不能摆脱被此事牵连 甚至伤害的命运 真可谓城门失火 扬及吃鱼 他们都是谁呢 又都受了哪些伤 且听于姐一一道来 第一伤 离婚之伤 其实 在汪小飞和大S的十年婚姻时间线中 他们就曾多次被离婚 直到2021年11月22日 两人正式动真格 发表声明宣布离婚 终于结束这段大部分人都不太看好的关系 那会儿 大S还相当体面的回应 很平静 我希望小飞永远过得比我好 无庸置疑 父母离婚 伤害最大的就是孩子 只是当时一家四口中的另外两个小主角还不知情 这一点 2022年1月份 汪小飞在公开接受采访时予以证实 他尴尬又无奈地说 孩子还小 不知道爸爸妈妈离婚的事 至于以后怎么跟孩子说 他也没有头绪 可父母离婚 这是能隐瞒得了的事情吗 汪小飞和大S结婚后 生有一个女儿 一个儿子 大女儿叫汪西月 小明小月 2014年4月24日出生 如今已经8岁 小儿子叫汪西凌 2016年5月14日出生 今年已经6岁 现在的孩子都相当聪明 父母的关系好不好 两人爱不爱 吵架 冷战 对话 生活中交流的气氛 都能让他们感知一二 曾经有婚恋专家表示 4岁的孩子就已经能将离婚 两个自问出口了 可见他们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样幼稚 所以即便父母在隐瞒 相信幼小的孩子也会有所察觉 之后猜忌 怀疑 患得患失 迷茫 自卑 种种情绪会涌上心头 这无疑对他们是一次很大的伤害 然而这两个孩子的可怜之处 还不仅仅只是父母离婚 而是在父母离婚后 后续又引发的一系列事情 第二上亲妈妈找了新老公 首先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才离婚三个月 大S就跟初恋巨君业在一起了 而且两人还在网上高调秀恩爱 不是被小S爆料 姐姐跟姐夫当初分开 就没有忘记彼此 就是被小S爆料 姐姐在家就只在床上看电视 连上卫生间都是姐夫抱着去 女人离婚可以再婚 没有人会剥夺他另嫁他人的权利 但是在网上爆出这么隐匿的事情 太过高调秀恩爱 似乎就不太好了吧 不顾及前夫的感受也就罢了 难道你也不顾及两个年幼的孩子接受程度 以及他们正常的生活和学习 果然之后大S被爆料称 他在婚后去韩国的新婆家 整整待了五天 把两个孩子扔给保姆24小时带着 孩子是一个女人怀胎十月 从鬼门关走一遭才生出来的 作为最应该疼孩子的亲妈 事情能做到这种份上 也是让人无语 可以想见那几天爸爸不在 妈妈又去了韩国新婆家 孩子们的内心会有何感受 大多数孩子都会担心 爸爸走了 妈妈又结婚了 他们还会爱我吗 后爸会不会不喜欢我 进而产生自我怀疑和自卑的心理 所以这是不是又一次伤害 第三商以孩子为筹码的4X大战 众所周知 小悦儿和小玲玲的抚养权被判定给大S 汪小飞只有探视权 而且结婚十年 大S常常以北京有蟑螂 气候干燥对皮肤不好为借口 不带孩子看奶奶 张莱想孙子孙女 三年都见不到面 没想到因为这次床垫之争 大S又搬出孩子 让汪小飞妥协 她的声明里有两句话关于孩子 孩子们都期待明天能看到爸爸 请出于对孩子的最佳利益考虑 停止纷争 句句说的好像有多爱孩子 可一个母亲如果真爱孩子 真为孩子考虑 就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另结新欢 还让不爱穿衣服的韩国欧巴林包入住 不是吗 对此另一边 孩子的爸爸汪小飞 不但气得要去接孩子回北京 还晒出一年的账单 证明自己对孩子的爱 这一年来 她为孩子每月支付抚养费25万台币 还有学费 大S和子女日常杂费 子女在瑞士念书租房费 以及大S家的房贷 物业费和电费等 共计4049万台币 这个北京纯爷们晒出账单 悲戚戚的在网上呐喊 这是我过去一年为孩子 为这个家所付出的费用 他们没有权利阻止我看孩子 一个口口声声说要为孩子着想 一个晒出账单证明自己的爱 可他们接下来的举动 让吃瓜群众却更加不解 汪小飞道歉退场后 网上掀起一波对大S的不利言论 大家觉得这个女人竟然以孩子为筹码 利用孩子套劳前夫 让她为自己的现任买单 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为此大S未澄清自己 又发表一篇小作文 直言自己知道汪小飞很爱孩子 曾提出让她拥有抚养权 自己拥有探视权 但她当场拒绝 这段话说出来 于姐真为两个孩子感到心疼 原来她并没有打算要孩子 甚至单独抚养孩子 可此前大S上节目 明明说孩子是她的全部 到底哪句话是真 哪句话是假呢 而汪小飞呢 尽管队长道歉提的是 希望大S能把孩子照顾好 但原来她也曾拒绝过抚养权 虽然她解释说 担心孩子小更需要妈妈照顾 打算三年后再收回抚养权 但这让不少人在内心对她的纳奋 父爱打上了问号 口口声声说爱孩子 离不开孩子 处处为孩子着想 却不知 他们到底是真爱孩子 还是拿孩子当挡箭牌 在这场骂战造成的舆论危机中 塑造自己的好形象呢 不管真相如何 妈妈诋毁爸爸 爸爸攻击妈妈 妈妈不让孩子见奶奶和爸爸 这两人的种种举动 都会反噬到孩子身上 让他们也被卷入舆论之中 成为被议论的对象 其实离婚 吵架是大人之间的矛盾 跟孩子没什么关系 强行阻止见面 只会让孩子的内心更受伤 甚至对自己 对这个世界产生怀疑 毕竟爸爸和妈妈都是他们一生最亲的人 一方却说另一方都不好 这让孩子如何自处 这不是更大的伤害是什么 第四上 亲爸爸也有了新女友汪小飞 在道歉退场后 迅速官宣新恋情 新对象就是此前被格斯奇爆料 因分手闹自杀 还想问汪小飞每月 要巨额生活费的绯闻 女友张盈盈 就在大家认为 汪小飞终于用新恋情 在舆论上扳回一城 找点面子时 没想到他们大量的隐私录音被曝光 大致的意思是 张盈盈担心因保护措施 不但会怀孕生孩子 没想到对此 汪小飞却说生就生吧 没什么大不了的 看来小月儿和小玲玲的亲爸爸 离有新家庭和新孩子也不远了 才短短一年物是人非 可怜两个孩子 妈妈那么快 找个不爱穿衣服的韩国欧巴 当上门女婿 爸爸也在离婚不久 就把未来后妈领回家 还有可能给他们添个新弟弟 或者新妹妹 他们出生在这样的家庭 悲惨不悲惨 可怜不可怜 在父母掀起的网络骂战背后 他们还能像别的孩子那样 安安稳稳 平静快乐地度过自己的童年吗 答案是不可能 写到现在 我们也谈谈这对父母 到底谁更爱孩子 孩子的姥姥 大S妈曾说 汪小飞没有那么爱孩子 不要抚养费 大S也养得起自己的两个孩子 孩子的奶奶张蓝曾说 大S若真的通情达理 为孩子考虑 就应该和汪小飞 好好商量她在婚后的费用问题 而不是把孩子爸爸 一纸诉状告上法庭 还不让孩子见奶奶和爸爸 而据说 汪小飞之所以在这场骂战中妥协 还跟照顾孩子的保姆有关 保姆是汪小飞从北京带到台湾的 为了照顾两个孩子 已经九年没回家 是维系张蓝汪小飞 和两个孩子关系的唯一纽带 而大S以辞退保姆为妖协 让汪小飞不得不妥协 虽然我们暂且不清楚爆料的真假 但足以断定 这两个孩子从出生到现在 最亲近的人不是爸爸 也不是妈妈 而是保姆 关于谁更爱孩子 这个话题 爸爸和妈妈 都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相信吃瓜群众内心 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 于姐觉得汪小飞能妥协 也是出于对孩子的担心和考虑 这点至少比大S做得好 只是他们在孩子心里 深深画下了四道伤 不知道多年以后是否会有一丝丝的后悔和内疚呢 写此文 于姐不是说离婚夫妻就不能再寻找自己的真爱 也不是说夫妻关系再不好 也应当为孩子将就在一起 于姐只是觉得 居然一段感情无法继续 那么我们能否冷静一点理智一点 多从孩子的角度出发解决后续问题 最大程度的减少对他们的伤害呢 他们毕竟也是两人曾经爱的见证 爱的结晶 更是最无辜最可怜的个体 如今翻看小月儿从幼儿园毕业时 汪小飞在网上晒的那张合照和那段文字 感觉有点讽刺 也令人唏嘘 她说 今天女儿幼儿园毕业 漂亮宝贝 美妈妈 还有傻爸爸 爱 人生啊 当初多少情与义 如今只剩恨与仇 今日话题 一 你觉得大S和汪小飞两人 到底谁更疼爱两个孩子 做父母 他们两人谁更称职 二 隐瞒离婚的真相 就对孩子没有任何伤害了吗 三 你觉得大S已经在婚 汪小飞还有理由继续支付大S抚养妃吗 欢迎大家关注楼兰与姐 一起追剧看片聊八卦